大家好 升旗得獨 今天是2023年10月1日 今天是星期日 今天就是長假期的其中一天 香港大家明天也是繼續放假 這一節跟大家繼續揭露 不要經常說我們唱衰香港啦 這次就是讚你 這次被香港贏了 真的叫做贏了倫敦 不是跟你說笑 是很認真說的 怎麼贏呢 就是 在倫敦基本上真的沒甚麼辦法找到 港幣120萬以下的一房單位 這個研究我稍後跟大家再詳細說一說 這節要說甚麼呢 不好意思 繼續揭露香港的樓市 香港的樓市被譽為時光倒流 去到這個沙士的年代 其實應該沒有去到沙士價 局部的地方 就是去到沙士價 這節要揭露的是長沙環就是一個舊樓單位 用驚人的價格成交 長沙環 也是相當之近這個市區 雖然就是舊區 當然也不是新樓 但是這個驚人的價格 是說 120萬港幣 這個價格 是當我還是學生的年代 真的很久以前 曾經 新界地區 有某些地方 價格大概是100萬左右 居然今天這口價就在香港出現 有大量的媒體 當然就要幫他解釋 其實解釋也沒有用 你倒倒這口價 就是倒倒這口價 因為相同的原因 就算樓市是好的時候 你是不是可以 繼續用這個原因 去解釋為甚麼要打折扣 又或者為甚麼要急著賣 所以這個就叫做市況 市況是如此 你就是要幫他鬥 其實是沒有用的 不如早點面對現實 奈何這個世界 大家都是這樣的 永遠都是不喜歡面對現實 你我也是一樣 問題是 你什麼時候叫做覺醒 什麼時候願意 叫做壯士斷臂 這個世界 其實很多時候叫做輸小檔贏 是真的 這個世界沒有永遠贏家 大媽傻其實也是 你看 李嘉誠走得多快 他虧著走 他也會走的 因為知道甚麼叫壯士斷臂 這節詳細說之前 請大家記得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 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星期二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 星期二新聞集團 記得一共是三個頻道 請大家記得打開我們的節目清單 記得是後備頻道 打開我們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加無限大發 記得這是免費模式來的 請大家記得 用免費模式來支持我們 我們是有收費模式的 不過就是在Patreon的節目 我們Patreon的節目也會放在會員頻道 獨家播放 希望更多聽眾 支持者訂閱支持我們 其實我 真的挺喜歡做Patreon節目 因為 自動做Patreon節目的時候 就是自動想說多些東西 可能因為是對著比較核心的聽眾 所以說話更加 會暢所欲言 Youtube就是 會有一點點限制的 因為始終 是開放的平台 有很多 聽眾可能就不是長期聽的 可能是某些話題很有興趣的衝進來 所謂的街客 其實我很不想用客字 不過也是這樣描述 那麼 街外人通常就要求很簡單而已 你的標題是說的話題 拜託你不要說其他東西了 我甚麼都不想聽 我只是想聽那件事而已 所以呢 所以呢 就是有時候使得我們 沒有辦法暢所欲言 因為講一個話題 做分析和評論 就是要按著你說開哪件事 你繼續說下去 真的 叉開了話題 但是如果說得很暢順 也會繼續說 但是街外人就不理你了 你說樓價就麻煩你只是說樓價 別說其他東西 其實我們都傾向 也是不會理他 我們也是繼續 用我們的方法講節目 實際上 如果你要一針見血 可能一分鐘就說完 直到新聞報道 根本不是叫做時事分析了 不好意思 所以呢 你有你喜歡了 你不聽就不聽 我們就不會理了 好啦 那就先說說這個內容 這個話說就是長沙環 一個叫做上車盤 這個盤就不是新樓來的 是舊樓 這是一個一房的單位來的 面積應該只有250呎 實用面積就說是242呎 其實本身也是一個相當小的單位 但是 居然是120萬就是沽出 呎價低見是4000多元 正確數字是4950 就說這個叫做時光倒樓價 其實這個真的叫做沙士價 媒體就幫這個單位嘗試解釋 我們認為解釋多是沒有用的 你是跌就是跌的 因為 如果你有眾多原因 說到那麼慘 其實你絕對大可以 用其他方式補舊 就說因為單位就是 不見了樓契 所以就說 銀行是不願意做按揭 其實這件事很好笑 其實香港 不見契的業主 是多得很緊要 其實從來 可以補領的那些契 即是重新 宣誓過 重新逐份契做出來 這樣要花費 但是 但是 不願意做按揭的 銀行 是用這件事來做藉口 銀行不願意做按揭的原因 是因為 現在的樓市正在不斷下跌 難道 跟你做完按揭嗎 然後又打開了嗎 銀行一定是看淡的 其實 所以你就看到 有飛揚事件 第一期和第二期 第一期 的價格高 第二期出的時候 價格變低 銀行就說第一期按揭也做不到 叫業主補錢 舊樓 就更加做按揭 銀行就更加不願意 我相信也不只是說不見了契那麼簡單 可能有其他業權就有問題 所以 跌市要賣樓 大家知道嗎 很難賣的 因為 跌得越快 人們踢契更快 大家應該還記得 你賣樓 不是今天簽完合約就賣的 你賣樓 你還要去看契 還要證明你的Title 所以為甚麼會有踢契 的官司出現 就是因為跟你買 打算划算買 誰知道市場再跌下去 例如 舉例 120萬跟你買了 不是 再跌下去 跌到199萬 那就會有誘因去踢契 因為白虧 所以 去做這些成交 會有很多風險 其實97年的時候 大家知道嗎 就是有很多人 是拿著幾間屋 減便 減賤 照放出街 不是你願意 劈價就賣到的 你賣了 簽了合約 然後買家就會反悔 很簡單 因為市場正在繼續下跌 他們寧願輸了 因為有很多炒家 很多炒家跟香港的律師行 合作緊密 那些律師行出名 由利無利 就是負責幫忙踢契 其實也是做打手 這個也是真實故事來的 在97年的時候 我也有些親戚朋友 就是遇到這樣的情況 當年 過度槓桿 買了很多房子 賣來賣去都賣不到 簽過幾次合約 幾次都被踢契踢出來 樓就是永遠 你不可以跟我說自住的 樓永遠都有一個re-sale value 所以跟你說自住不用怕 那句廣東話粗口 自住驚犀 這個 真的不要再說你害死人了 樓是一定要買買賣賣的 因為他有re-sale value 如果他沒有再放售價值的話 你也不會買 你那句是萬能key來的 這個世界就不用說投資了 所有東西都說自用 人民幣也可以有去跌 自用驚犀 其實也不止 歡樂天地代用券 你也可以自用驚犀 你說我只是喜歡在歡樂天地玩就行了 用不換做港幣 這間就是長沙環單位的新買家 絕對不是跟你說自用 說明要買來放租 目標就是要120萬買回來 就是要放租放12000元 說有12%回報 就叫做捉他好運了 我們也不知道情況是否 這次香港完成英國 最低限度贏了倫敦 因為我翻查英國 就是倫敦地帶 你要120萬買到一個一房的單位 是相當之困難 翻查英國資料 你打開這個 搜尋網站 逐個去找一下 這個就是比較大型的網站 但是不代表全部流盤 不過我們做一個比較粗略的 一個比較籠統的統計 你要買低過120萬的單位一房 在倫敦地區 是有困難的 你會看到你仍然可以找到很多 樓盤出來 不過多數的樓盤 下面都有寫著的 就是叫做 業權分享 Shared ownership 即是說你在買股份而已 例如30% 40%的業權 120萬 很多買到 是30%的 我看到 還有一類型的房子 你會買到的 那些叫做Retirement House Retirement House 是便宜很多的 真的叫做 百多萬有交易 而且房子的質素相當之不錯 不過 那些房子居住有限制的 就是有年齡限制 就是你要求 很多屋苑要求你的居住者 年齡要在55歲以上 每個屋苑的要求都不相同 大家就要注意 如果你真的買來是退休 其實那些房子 是買得過的 因為真的很便宜 這一節跟大家暫時揭露到這裏 我讓大家看 我幫你 我們可以看